各位列席的官員好,還有媒體朋友早安,是不是請賴主委? 請賴主委 邱委員早 主委早 主委,剛剛你花了大概二十幾分鐘的時間 來做今年的業務報告 那我發現你的報告的內容幾乎絕大多數都是在談ECFA 很顯然ECFA這個議題在陸委會來講應該是今年的施政重點嗎? 是前半年上半年第五次江城會談,我們以這個為目標,所以現在是重點之一 好,所以相對來講你們對於ECFA的了解 或者是說對於ECFA的整體的進程應該是有完全掌握 我們是有掌握 本席一直不斷的在這個內政委員會要求陸委會提出到底ECFA簽署的內容文件 你們一直說要接受國會的監督 我不知道這個內容文件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準備好 什麼時候可以讓社會大眾完全清楚的了解你們要跟人家簽的條款內容是什麼? 我跟委員報告,因為兩岸到目前兩岸兩會還就ECFA議題還沒有進入到實質的內容的協商 現在正在透過海基跟海鞋安排中 好,還沒有實質內容嗎? 對,雙方當然知道很清楚說我們可能要跟對方談什麼 對方也會想要跟我們談什麼 好,因為兩岸 這樣就夠了,這樣夠了 那我想再請教你 既然現在沒有談到實質內容 所以你們對於到底這個協議的簽署會對台灣造成的利弊 完全沒有辦法做正確的評估嘛 依照你剛剛的說法應該是這樣 所以才會有溫家寶在2月27號提出來的 為了照顧台灣中小企業廣大基層民眾 所以特別是農民大陸可以讓利 我要請教賴主委 這個讓利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是對方的說法 至於ECFA,兩岸經濟協議 他講的這個讓利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們今年上半年所有的重心都在ECFA上面 你應該要很清楚的跟社會大眾報告 到底溫家寶講的讓利是什麼意思? 兩岸的這個協議都還沒有開始進行實質的內容的這種談判 第一點,第二點,到底談成什麼樣 一定要最後最終談判來清楚 他講的讓利是什麼意思? 他講的讓利是政治目的還是經濟目的? 你只要很清楚的回答我就好 你不需要拐彎抹角,不要跟我官僚的說法 你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如果你今年上半年的研究發展重點 業務重點都在ECFA 你應該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溫家寶的讓利是什麼意思嗎? 因為還沒有談成,所以我們無法在這裡很明確的 所以你不知道溫家寶的讓利是什麼意思? 他講他的對不對? 那一定要用最實質的成果 最實質談成的成果才能夠來檢驗 所以這句話我現在無法評論 好,那我再請教你 溫家寶同時還講 要平等協商,互惠互利 照顧對方的關切 我要請教你喔 如果你中文不太差 又說要平等協商,又要互惠互利 怎麼會有讓利的說法呢? 這跟他之前的平等協商,互惠互利是相互矛盾的啊? 他們怎麼說 你會不會覺得他有政治目的? 他們怎麼說是他們的事 最重要的是我們一定是要以台灣的利益為主 這一點是我們要堅持的 也就是說兩岸所謂的平等協商 兩岸本來協商是一個對等跟尊嚴的關係 我發現你現在當官手段越來越高漲了 你說他們怎麼說不關我們的事 那我現在問你馬英九的說法跟吳敦義的說法 馬英九在2月9號說 ECFA不會出現政治語言 比如說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也不會出現一中各表這些文字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吳院長在立法院接受備詢的時候 他也講了喔 他說和平統一的條件下簽ECFA 他辭職 這夠清楚吧? 這夠清楚吧?賴主委 和平統一的條件下簽ECFA 吳院長要辭職 這個說法夠清楚吧? 兩岸經濟協商根本不可能會有任何的類似的這種政治語言 假如 假如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賴主委 你願不願意跟吳院長一起辭職 沒有問題 所以你們確保 絕對不會有一國兩制 也不會有和平統一這種政治字眼在兩岸經濟協商 以及在兩岸的經濟協議 你還想要騙台灣人多久啊? 就像過去十二項協議完全沒有政治語言在裡頭啊 你還想要騙台灣人多久啊? 胡錦濤 胡錦濤的胡六點 胡六點你記得嗎? 他的第一點說什麼? 剋守一個中國欸 剋守一個中國 第二點才是要跟台灣簽訂所謂的 ECFA兩岸經濟這個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欸 他們頭口聲聲都是這樣講啊 大陸的立場 文家寶 他們有他們的立場 文家寶 跟我們談ECFA 跟全國 全中國的人民談ECFA的時候 他的前提是大談統一啊 他的前提是要統一啊 統一大約能夠早日完成啊 賴主委 你說的不可能 我們能夠相信你多少 過去你們一直告訴我們兩岸三通 你們所簽訂的這些條款 對台灣會有多好 會有多好 跳票的有多少啊 這一次你的宣誓性 你的可信度在哪裡 我們能夠相信你多少 委員剛剛我的報告裡頭 事實上啊 如果您也願意來 就是接受的話 您可以知道說 的確是有實質的成果 過去十二項協議三通 陸客來台觀光 這個是實際的 人民也有感受 這一點也希望 不要被我們的民眾來忽略 所以你可以保證 那當然有他們的基本的立場 我們也有中華民國是主權 獨立國家的基本立場 所以很重要的 現在兩岸是站在對等 跟尊嚴互惠的這個立場 我們來進行協商 過去十二項協議 你可以保證 如果所有的這一些 我們所擔憂的 矮化台灣主權 變成一個中國 統一的這個文字 通通不會出現在 絕對不會 好 如果是這樣 有沒有一個可能 比如說中國的外長 他們常常喔 不是在正式的會議裡頭 談到一個中國的問題 通常都是會後記者會 對著記者 大放雀詞 跟台灣嗆瞎 有沒有可能 你前面跟人家簽了以後 後面 他們的外長又出來講啦 我們已經完成 統一中國大業的第一步了 在ECFA簽署之後 完成統一大業的第一步 到時候你入委會怎麼辦 如果是這樣講 我個人覺得很幼稚 我覺得最重要 你會採取什麼行動 這個是假設性的問題嘛 邱委員我無法回答 這個要殺眾推演啊 這不是假設性的問題啊 誰都知道中國狡詐 這個 這個狡猾奸詐 他們要講什麼 你不能跟我回答說 這是假設性的問題 你要有殺盤推演啊 我了解您的關切喔 謝謝 我們也會殺盤推演 但是我要跟您說的 就是說 他們的立場 他們的想法 跟我們的立場 我們的想法 很多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當然堅持 對台灣有利的這一部分 因此 那兩岸交流 的確是有幫助的 好 兩岸的關係改善 的確是對台灣有幫助 我姑且相信 我姑且相信你所謂的 ECFA齁 提到的都是要關乎 台灣的前途嘛 關乎台灣的經濟利益 好 關乎台灣的經濟利益 你剛剛有特別 書面報告裡頭也提到喔 你們今年會舉辦 一百多場的 ECFA說明會對不對 呃 呃 呃 這場很多到哪裡 呃 很多到哪裡 大大小小場非常的多 你總應該有一個數字嘛 總經費預計要花多少錢 啊 宣傳ECFA的部分總經費預計要花多少錢 我們是在整體的喔 在宣傳宣導兩岸大陸政策跟兩岸關係下 來進行對兩岸經濟協議的宣傳 那你們準備怎麼宣傳 有沒有包括摩采 發獎品 沒有這個完全沒有 完全 那這個是怎麼來的 我想今天的報紙喔 這是怎麼來的 所寫的 這個是主辦單位喔 他們去募來的 主辦單位包括盧嘉誠委員的辦公室 也包括國際經商會 陸委會沒有出到一毛錢 呃 我們募款的 不是那個 陸委會沒有出到一毛錢 你覺不覺得 宣傳ECFA 然後相對舉辦多彩 跟贈送獎品很荒謬很幼稚 這照你剛剛的說法很荒謬很幼稚 你覺不覺得 宣傳ECFA要用到這種手段 這種方式很荒謬很幼稚 邱委員 主辦單位怎麼去處理喔 那是他們的權利喔 他們跟基層之間怎麼互動 有跟人民之間的感情 這個我無法評論好不好 因為這個是婦女會 青商會跟盧嘉誠委員辦公室 他們負責的 那我們就是去做兩岸經濟協議的說明 我們覺得這是重大政策 真的有必要到基層直接深入民間 讓他們了解 但是他們用什麼形式來展現 跟民眾與民交流 賴主委啊 那個是主辦單位的這個想法 賴主委啊 你不要這樣子呼嚨我啊 你剛剛講你們要辦這麼多場的下鄉說明會 所以這個錢是你們陸委會出的 怎麼又變成盧嘉誠是主辦單位呢 錢是你們出的你們就是主辦單位啊 你們有責任有義務 去瞭解整個說明會進行的狀況 甚至整個說明會進行的過程 這個都應該在你們的掌控之中啊 你怎麼會這麼沒有把所有的責任推到盧嘉誠身上去呢 那你將來你陸委會 我們沒有推卸 所有 對於ECFA說明會的 經費運作情況 我想要好好的在立法院來接受監督啊 如果你的ECFA說明會 是必須用摸彩 贈送獎品才能吸引人民來聆聽的話 我覺得你這個說明會啊 大可不需要辦啊 委員我再說明一次啊 國家的經過不應該是這樣子讓你們浪費啊 這些贈品跟陸委會無關 這個是主辦單位 他們有好幾個主辦單位 如果家來還有人這樣辦理會去處理 陸委會 如果家來還有人這樣辦理會會不會制止他們 這個是他們人民之間的人民活動之間的自主權 所以就是說將來 陸委會完全不會禁止 這一次的說明會繼續舉辦 以後大家會講說為什麼三峽有我這裡英哥沒有 為什麼台北縣有我台北市沒有 因為每一場說明會大家都要求你要提供摸彩品 跟提供才會有人來 這不是陸委會提供的啊 我們沒有提我們去做說明我們去做政策說明 我們也非常支持能夠跟各藍綠所有的委員 都能夠到基層來共同合辦 如果委員您屏東那邊有需要 我們也非常樂意直接去面對民意 真的 我們是巴不得去 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希望 如果是這樣 賴主委 你還是沒有辦法很清楚的說明啊 你的ECFA ECFA的東西啊到目前為止啊 實在是亂七八糟 不至於啦 委員不至於我可以來跟您再做說明 真的不會亂七八糟 我們是循序漸進 你可不可以再給我一分鐘齁 如果是這樣齁 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想要請教你喔 剛剛一直講說 ECFA是要照顧台灣的經濟嘛 所以上個禮拜二 本席質詢吳院長的時候 他也很清楚跟我提到 假如 ECFA 假如中國沒有善意 台灣的產業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時候 會有所謂的終止條款 你可不可以很清楚的在這裡跟我們宣示 所謂終止條款的條件是什麼 所謂中國沒有善意是指哪一方面 好 終止條款沒有任何的前提條件 任何的世界全世界現在WTO的會員國有266個FTA 每一個FTA都有中國條款 如果侵害到台灣主權 算不算每一個FTA 侵害到台灣的主權 算不算終止條款的條件之一 只要任何的一個簽約國他們認為有必要想要這個停止 就可以提出來 這個是所有 這是FTA的這種很平常的事情 如果中國強勢要求要把農產品 勞工 輸入到台灣來 你們會不會引用終止條款 因為我們根本就不會同意 所以不會涉及到需要引用終止條款 因為絕對不會讓大陸的這個 在條文裡頭你就會很明也很清楚明白的寫到嗎 絕對不會 在條文裡頭你會很清楚明白寫到你會很堅持的這個部分嗎 因為條文就不會有所謂的這個兩岸經濟協議的條文裡頭 比較重要跟我們出口項目有關的就是會放在早收清單 所以我們絕對因為世界沒有一個FTA會去討論勞工的 所以根本不會有勞工 所以實質內容什麼時候會出來 實質內容要等到第二次第三次等等實質的協商 但是很抱歉 因為現在兩岸還在寫聯繫中 而且雙方都還在準備中 所以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辦法在這個時候跟立法院做報告 到底什麼時候會出來 我們盡快的 你們已經講五月要簽了 總應該有個進程吧 你們已經講五月要簽了 總應該有個進程吧 會來跟內政等相關聯繫委員會來做報告 一定會來 謝謝